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颜色很鲜艳 我猜是蜡笔 答错了 其实它们都是利用版画印制出来的画作呢 诶 宝宝 你可不可以再讲解得清楚一点啊 版画 顾名思义就是有个固定的版型来制作图画 它并不是用画的哦 版画是利用不同的版材 再搭配适合的制版手法与印刷技巧 来复制版上面的图案 所以版画可以大量复制一模一样的作品 打破了画作的唯一性 哦 那不就可以无限印制了吗 不对哦 作品需要保有它的珍贵性 所以艺术家们会在作品上写上这幅版画印制的数量 并以铅笔签名 那左边的分数又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印制量的记录 是以分数来表示 例如这张作品写了一百九十九分之九十八 这代表它总共印了一百九十九张 而这幅作品就是第九十八张 诶 那这张作品下面签了A、P两个英文字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适应 也就是试版的记号 英文是Artist Proof 通常缩写为AP 试版的数量是印刷张数的五分之一 例如总数是十张 那试版就是两张 画家会在作品下方签上AP或是AP的字样 当所有作品都印制完之后 作者就会将这个版作废 不再重印来确保作品不会被重置哦 那我要用什么工具来制作版画呢 好 接下来我来介绍制作版画需要准备的材料 我们需要准备雕刻刀 滚颜料的滚筒 上色的油墨 图画纸 条油刀 以及用来压印的马连 奇儿 你要去哪里呀 哦 我迫不及待了啦 我想去买材料 哦 我都还没介绍雕刻刀的用法呢 它可是雕出美丽图案的关键哦 你确定不听完吗 我想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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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吊刻刀有很多种各有各的用途 斜口刀通常用来吊刻轮廓线或是收尾时修整线条 这个平平扁扁的刀叫做平口刀 它能将大块面积的雕刻线条给去除掉 而这个有角度的刀称为三角刀 如果要处理比较精细的线条 它可是最佳小帮手呢 最后还有大小圆口刀 大圆口刀专门用来处理大块面积雕刻的部分 而小圆口刀切出来的刀痕圆润优美 用来刻小面积的图案 是最适合不过的哦 好 我要去买材料了 拜拜 哎 这拿它没办法 小朋友 在使用雕刻道具的时候 不要将手放在刀子口前 记得要小心安全哦